Hello,大家好,我是小婷 今天有点开心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之前过年回娘家的时候 不是跟你们说 我们家的另外一头母猪 它要生崭了吗 然后昨天晚上 大概是九十点钟的样子吧 刚好我跟我妈在通视频电话 然后我爸就说 我们家那头母猪生崭了 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上午才生完 这个时间有点长 但是生了总共 我妈说总共是十四头 但是生下来有两头就死掉了 所以说是总共是十二头 这是不是一个特别让人高兴的消息 其实昨天晚上还挺紧张的 因为九点多钟的时候 就是九十点钟的时候 那时候是说已经生下了两个 然后后来隔了三四个小时才生第三个 所以那个母猪有一点点难产的迹象 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挺担心的 而且生了两个之后就一直不生了 我妈说不可能只生两个吧 那也太太吓人了 所以说我昨天晚上还就是挂了那个视频 我一直在查那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那个百科一般都是说 都是说难产什么什么什么各种情况 然后我还在跟我妈打电话沟通什么的 我还挺担心的 因为毕竟现在猪的话 母猪也挺挺重要的 然后小猪也挺值钱的是吧 所以说就希望一切平安 不要有任何的差错 好 今天早上我妈就给我发了 早上一起来 我妈就给我发了那个照片 发了视频过来 还挺 还挺 挺可爱的 那个是挺小一头的 我妈说 全是黑猪 全是黑猪 到时候我会把视频放在我的这个视频里边 也让大家看一看 总共是十二头的话 那也是 这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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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之前的那个之前不是有一窝那个白猪嘛 就是那个白色的小猪 那个已经订出去了 虽然还没有满月 但是就是说已经他们都好像都付订金了 都确定要买了 然后基本上都是直接卖空了 然后这一窝小猪的话又有十几个 还有人也预定了说要买黑猪 因为我们这一窝全是那种黑猪嘛 还挺受欢迎的想不到 其实还挺开心的 因为爸妈嘛 他们妈妈一个人在家 爸爸经常去打工嘛 妈妈一个人在家 其实也没什么收入嘛 所以说养头猪 然后最近价格也还不错 行情也还不错 所以说还挺为他感到高兴的 虽然这个猪养猪的这个计划是以前我跟小胖提出来的 而且也是我跟小胖就是说去把这个牵头去把猪买回来的 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我们两个进城开店来了嘛 也没空打管理这些东西了 然后妈妈一个人在家也挺累的 不过也给他找了一份事情做 就赚点生活费也是不错的 我觉得我希望他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做下去 到时候我回家 每年回家也可以经常看到可爱的小猪仔 然后过年的时候经常可以称称杀年猪的饭 还挺好的 大家也看到了小猪的视频是不是 是不是替我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今年还挺顺利的 就是说从养猪这方面嘛 因为第一年养猪的话遇上了非洲猪瘟嘛 然后去年养猪到现在还挺顺利的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所以我就迫不及到的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啦 因为很多人有很多就是朋友 他们是关注我们养猪这个事情的 所以说要给大家报告一下呀 是不是 对不起啊